嘿 大家好 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來 今天要跟大家繼續介紹的呢 則是在這個Hunt for the Decepticon裡面的Voyager Class Highbrow 以一個飛機的一個造型 它呢是屬於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架戰鬥飛機 飛機的型號如果我沒有查錯的話呢 是P-38 Lightning 如同你照片上所看到的 但是呢 照片上的這個飛機的這個細節方面 啊 駕駛艙的位置方面呢 不免的跟我們眼前的這架玩具呢 有一些出入 有一些不同 OK 但是畢竟這是一個玩具 而且是一個能夠變身的玩具 所以呢 我們也不考卷那麼多了 OK 你要怎麼設計就怎麼設計吧 但除此之外 整架飛機的一個型態呢 可以說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滿意 因為它覆蓋到了所有機器的部位 換句話說 在一個飛機的形態上面 幾乎看不到 幾乎了喔 看不到機器人任何的部位 比方說這個上面我們就不要講了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型款喔 如果說把飛機翻到底部來看的話呢 後面這兩個蓋得非常漂亮 我跟你講 這個機器人大腿的部位呢 儘管說稍微看得出來 可是呢 你只能看到機器的部位 所以呢 它可以很簡單的就跟整架飛機融合 融為一體 而不讓人家去看到機器人的部位 包括這個前面的這個起落架這個部位 這個地方也是 所以呢 個人認為說 以一個隱藏式的方式呢 這架飛機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 如果硬要挑出一個毛病的話呢 則是它的兩個拳頭呢 在這個部位呢 這兩個洞這個地方呢 表露得出來 OK 但是呢 不講的話呢 還真的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個 飛機器人的一個交通工具的一個 這個玩具的造型 還是那句話 變形金剛的玩具呢 越做越精彩 而以一個這個飛行的交通工具來說呢 它更是把它設計的非常非常完美了 OK 飛機的這個螺旋甲呢 是的 在這個四個邊的已經有塗上了這個紅色 讓它看起來會比較漂亮一點的感覺 而這個飛機呢 能動的地方基本上除了這個輪子 能夠滾動之外呢 它另外一個小機關在哪裡呢 在隱形後面這個地方呢 按下去的話呢 OK 這樣子吧 這個螺旋甲呢 會轉動 但是問題來了 它是一轉立刻停 一轉立刻停 所以呢 並不是連續性的去轉動到它自動停止 這個呢 倒是有點可惜 但是呢 我們基本上不會買回來 就為了它的螺旋甲而買它 所以呢 這一點提過就算了 當初設計這架飛機人呢 在當下應該立刻被飛機公司給開除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武器 啊 的一個擺放的一個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了 這個 這是飛機在 在一個飛機的形態下呢 還有兩管的這個機關槍呢 在左右的翅膀 而這個機關槍的位置在哪裡呢 這個翅膀呢 則是在螺旋甲的後面 換句話說 你看到 這是機關槍的部位 換句話說 如果說它真的要發射的話 發射子彈的話呢 敵人還沒射下來 自己的這個這個螺旋甲呢 已經被射斷了 所以呢 這個設計呢 或者說螺旋甲 以及這個機關槍的擺設位置呢 非常非常的驢 是的 包括飛機小翅膀下面這些飛彈也是 它能活生生的在這個螺旋甲的後面 換句話說 一發射自己的螺旋甲就沒有了 換句話說 立刻 嘴唧 嘴唧 如果是以邏輯來說呢 也有個地方不合這個場理 也就是它駕駛艙的部位 為什麼呢 如果是把飛機拿到平面式來看的話呢 駕駛艙是以後面再往後傾斜下去 換句話說 如果說 駕駛者坐在後面 是根本看不到前方的位置 我這麼說好了 從這個地方呢 根本看不到駕駛艙的座位 換句話說 駕駛艙也看不到前面 所以呢 以設計上來說呢 玩具的設計上來說呢 這個駕駛艙的位置呢 不合常理 但是像我剛講過了 這是一個能夠變身的玩具 提過就算了 OK 但不管如何 以一個飛機的形態呢 個人給予一個絕對的滿分 而且是一個幾乎挑不出毛病 去掉這個機關槍 會射到這個螺旋槳 但是呢 整體的飛機的外觀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結合了 OK 好的 那各位觀眾 我們呢就廢話少說 來介紹一下它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變身過程吧 首先 第一個要做的事呢 是先把這個螺旋槳的部位呢 把它給合起來 成一字形 OK 那你在你要怎麼放的呢 就是你家的事情 OK 這跟我家沒關係 是你家的事情 接著呢 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就暫時先把它的 下半身吧 也就是飛機後半部位這個地方呢 先變身完成 第一個做的事呢 先把尾端這個中間連接這個部位呢 給分開來 之後呢 我們就乾脆把它這個 腿的部位喔 這個腳的部位 跟這個機身這個地方呢 一併呢 把它給分開來 這個分的時候呢 有時候還真的怕把它給弄壞掉 OK好 分開來之後 就是這個 後半段這個部位 跟前面隱形這個部位呢 把它分開來 往上稍微挑一下 OK 好的 接著呢 我們就把這個 先弄鬆了 接著就把這個架子槍的部位呢 往上提起來 提到這邊 那我們暫時就先這樣子了 接著呢 我們把下半身的部位呢 給變成完成 這個分開來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分到飛機的這個 背面來講好了 接著呢 就把這個整個下盤呢 移到下面來 中間這個部位呢 準備扣進去 為什麼叫準備呢 因為下面還有一些 多出來的零件部位 所以呢 我們先把腳底板 OK 先把它變身完成吧 這個腳底板的部位呢 我們先要把 中間這一片呢 往上折疊起來 我是喜歡這樣做 我記得好像說明書也這樣子嘛 OK 接著呢 把它給 彎到 旁邊來 轉過來 咦 好 這樣子 對 沒錯 轉過來 OK OK 這個上面小肌呢 折下來 後面這一片呢 把它打90度 成平面式的 接著呢 就把它整個腳板呢 給往上彎上來 不對 應該說先把這一片呢 給推下來 後面 OK 後面 OK 後面 後面 上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扇葉呢 這個不對 這個小翅膀這個地方 移下來之後呢 再把腳底板 OK 這個部位 把它往上折到後面去 成為它腳跟的部位 這麼一來呢 它就成為這樣的一個腳的一個形態了 啊 對不起 順子一停 啊 起落一下可以收起來 而且這個變身的時候 變身的時候最好也是把它收起來 包括胸前這個 前面這個洗落下 好啦 它機械的下半身呢 基本上就這樣子結束了 不對 應該說暫時先這樣結束了 OK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下面 跨下這個地方呢 把它給連接扣在一起 接著呢 把旁邊這個小翅膀的地方呢 彎下來 放下來 彎下來 放下來 OK 後面這一片 綠色的 這個時候呢 跟這個地方 你要把它給分開來 彎下來 後面這個地方 分開來 彎下來 彎下來 成為它小腿後面的一個 裝飾品 以及它存放的這個 這一片呢 這個部位 OK 接著呢 我們把鏡頭稍微攀高 那麼一丁點兒 OK 好 接著呢 下半身呢 則是完成了 而且呢 它的武器呢 機關槍的 正時間成為它 旁邊 襯群擺放的一個位置 這個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 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 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只要有存放武器的地方呢 像我一而再再 再而三講過 都是個加分點 OK 接著呢 我們就是把 飛機的機頭這個部位呢 兩邊呢 把它給分開來 一分開來呢 是的 你可以看到 highbrow的這個臉呢 這個頭呢 這邊出現了 把它彎下來之後呢 到旁邊去 手的部位呢 則是一個 讓人覺得比較 可惜的一個設計 OK 我們先把這個 手呢 彎下來之後呢 拉出來 手指往外 OK 手的地方給拉下來 OK 乘這個地方 乘這個形態 接著呢 把機器人翻到後面去 剛剛這個 架子上的部位呢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左右的分加 OK 左邊跟右邊 分開來 OK 這個擺法呢 沒有一定的規格 你可以這樣擺 你可以 你要什麼擺 只要說 你自己看得爽就好了 那我乾脆 我就把它給移到上面去 這邊這個移到 這邊來 OK 我們就先這個樣子 因為為什麼呢 這樣看起來也不會太過於突出 或是過大 過於龐大 OK 再稍微把這個 肩膀那個部位呢 調好 Transformer Hunt for the Decepticon the Voyager Class Hibra呢 這是在我們眼前出來了 為什麼我剛說這手呢 有點失敗 跟令人失望呢 因為一個 算是龐大的一個隱形的部位 以及螺旋槳呢 硬生生的保持在他兩手臂旁邊 以及他手的一個彎曲度呢 會讓人感到說 他是不是在作戰的時候骨折了呢 OK 兩個手指的 兩個手臂的這個 並不是成一體的 並不是成一條線 而是成彎曲式的 OK 所以感覺上整體來看呢 會有一點好像 手骨折的一種感覺就出現了 OK 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他的這個武器呢 自然而來的 能夠從這邊拔下來 放到他的手上去 成為他的手上的一個武器 啊這個講過就算了 所以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的 把他給 存放在這個 襯裙這個旁邊來 另外一個呢 那則是他的臉部呢 有一個小小的機關了 在他這個 看似這個 很瘦的這個臉頰 或是頭上的這個 安全帽呢 他呢 同時的也可以把它給彎下來 就如同這個 Cuban Alliance裡面的這個 Bumblebee OK 他能夠把上面的這個 類似帽子的東西呢 彎下來 而變成了有一個護眼的一個 造型出現 所以呢 在他頭部上面呢 也是有這個機關存在的 但是這樣看起來呢 就 一旦弄成這個形態的話呢 他看起來就更像一個 駕駛飛機的這個 飛行員的一個造型的 就以這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個 時期的這個造型來說 他的整個頭部呢 只能左轉右轉 但是呢 並沒有上與下的一個活動空間 而身體其他的這個活動部位呢 手肩膀這個地方呢 無疑的是能動 而且能夠往上往下 活動空間倒是會受到限制 因為他肩膀上 或者應該說他這個 啊 肌頭這個地方呢 會稍微限制到 他的一個活動空間 腰部 對不起 卡死了 OK 這個腳能夠往上往下 往裡或往外 但是往外的時候呢 你很可能會把它 跨下這個地方 那個分開來 所以這個 緊是緊的 但是你如果動得稍微 用力一點的話呢 會分開這個 跨下這個部位 往前 膝蓋轉彎 以及腳呢 能夠有一些活動空間 以及往裡往外都可以 所以呢 一言之日 他呢 仍舊的能夠擺出一些 蠻不錯的一個 這個戰鬥姿勢 或者一個擺設的一個 造型出現 唯一的缺點 在機器人來說呢 只能說他的手的這個 線條呢 稍微的有點令人感到失望 而並不能擺出一個真正直線條的一個 手臂的一個造型 所以呢 整體來說呢 飛機的造型呢 絕對是能夠獲得 滿分的一個評價 而機器人的部位呢 則也不太會讓人家感到失望 一旦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能夠看到飛機的部位實在是不多 除了手臂上這兩個龐大的螺旋槳之外 所以呢 以及他這個 稍微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個 腳趾尖的這個 形態 OK 但 不管如何 他呢 仍舊的 可以算是在Henberg Decepticon的系列裡面呢 可以說是非常傑出的一個 這個機器的一個造型 以及 非交通工具的 飛機的一個型態 所以呢 我個人會 如果 我這麼說好了 如果你喜歡他的飛機 多於他機器的話呢 那 他就是你絕對 不可以錯過的一個玩具了 OK 所以呢 還是看個人的觀點了 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Hunt for the Decepticon裡面的 Voyager Class Highbrow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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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